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公司是一家以原则为中心的企业 为了未来事业伙伴更好地提升自我 创造公平 规范 有序的市场环境 规范市场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的经销商运营指南吧 市场规范行为 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种法律法规 对于任何涉嫌违反禁止传销条例 广告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 予以坚决抵制 像这种产品使用前后的对比及分享 是不被允许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快来看我做的这款产品试验 只需要加一滴我们的产品 浑浊的水就可以变清澈 是不是很神奇 做无根据的产品试验也是被禁止的 哎呀 年纪大了 一身的毛病 现在骨质疏松 走路都不稳了 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哎 爷爷 我这有款产品 可以包治百病 不仅可以治疗 爷爷 实在抱歉 小明说的这款产品 的确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但是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 只是保健食品 不是药 讲产品 不夸大 我们一定要如实推荐公司产品 考虑顾客的利益 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禁止宣称 产品的治疗功效 我们做得到 禁止制作并发布海外制度 爱多美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当然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 用其他海外的制度带到中国来讲解 是不正确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正确宣导 适用于中国合规的事业制度 不要出现误导行为 规范市场经营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几个案例 他们的行为到底正不正确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爱多美私人会议 大家跟着我干 三个月 帮你赚得百万 禁止私自举办 任何形式与公司有关的会议 禁止诱导宣传投机行为 大家排好队 后面的人 请准备好身份证 银行卡 消了入门费 成为会员 保你赚得快 禁止收集个人信息 禁止以公司名义 建立会员注册系统 自行为他人计算并发放报酬 禁止以公司名义 收取入门费 嗨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服务中心 快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小明 你的服务中心获得公司的批准了吗 瞧瞧跟你说 没获得批准 偷偷看也没关系的 反正没人知道 小明 所有服务中心都必须由公司批准开设 你的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公司规定 会受到公司相应的处罚 我们一定要坚守公司的正道经营理念 维护市场秩序 坚守原则 我们才会走得更长远 呀 小明 好久不见 看你最近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大家都很羡慕你呢 瞧瞧跟你说 我这里确实有个好机会 你在你们公司是赚不到钱的 你们公司产品太贵 模式太差 还是快来跟我一起做吧 让你跟我一样 一夜暴富不是梦 太好了 明天我就跟着你一起发财致富 囤了这么多货 我真后悔 不应该听他的 禁止诋毁拉拢同行业 禁止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获得高额回报 禁止诱导投机存货 让我们再温习一下 上述场景中都有哪些违规行为呢 私自组织召开会议 诱导宣传投机行为 私自开设公司未授权的服务中心 私设会员加入系统 收集个人信息 索取入门费及其他费用 拉拢同行业从业人员 诋毁攻击其他品牌 产品和经销模式 还有进行投机 诱导贷款 囤货 操纵业绩 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可获得高额回报 帮助达成一定职级等违规行为 没错 以上行为都是严格禁止的 成功需要脚踏实地 用规则守护事业 维护我们共同的市场 绝不发生违反市场规范的行为 线上行为规范 搭建健康规范的网络环境 用规则守护事业 相信我们能做到 拒绝私自开设网站 微信公众号 拒绝在互联网宣传海外制度 及销售产品 我们能走得更远 更顺畅 我们经销商做的不只是推广产品 也需要弘扬中华优秀的文化美德 彰显公司文化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做到让我们引以为傲的 爱多美正能量 都有哪些好的行为规范吧 1. 遵守公序良俗 遵守社会道德与公司纪律 2. 创造良好活动环境 不要在工作中饮酒 吸烟 注重礼仪和文明 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 形象创造价值 太好了 学习了这么多的规范知识 相信一定可以进化我们的市场 但是如果仍然有人恶意违规 那公司将如何帮助我们呢 公司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我们定制编写了经销商经营手册 手册中涵盖了所有经销商 在开展业务时应遵循的原则 请大家仔细阅读 共同建立与维护我们的市场环境 促进公众对公司支持与认可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携手创建和谐共赢的市场环境 好了 以上就是爱多美市场行为规范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随时联系小爱老师 或者反馈到爱多美中国公众号 随时